同学们大家好 今天我将给大家分析阿久正传中小人物在上层阶级压迫下所产生的奴性 鲁迅生活在中国旧社会这一风雨飘摇的时代 他希望通过研究国民的奴性警醒国人 阿久是其中一个最典型的例子 具有极大的普遍性 目前的学术界有大量的文章研究鲁迅笔下中国人的民族劣根性 但我认为这种奴性的产生不是因为中国人生而卑贱 而是因为在不健全的社会制度下 如一个大染缸一般 所有身在其中的人都无法出于你而不染 鲁迅所讨论的奴性是被社会制度所压迫的小人物 在无法满足人性欲望时经过理性分析而产生的生存方式 鲁迅曾经画过一幅画来讽刺这种奴性 凶兽的羊羊羊的凶兽 亦在讽刺旧中国奴隶在面对凶狠的野兽时像羊一样温讯 而在面对温和的羊时如野兽一般凶恶 当面对强权时赵太爷打了他一个嘴巴时 阿Q却如同一只羊一样不敢吭声 可打脸在世俗认知中是极度伤自尊的事 但遇到比自己更弱的小尼姑时 阿Q却大打出手 极尽侮辱如野兽一般凶恶 拥有这样奴隶性的人 习惯了被强权压迫 减少了反抗意识 却将怒火发泄在更弱的人身上 阿Q不会将自己目前的低危 归咎于特权阶级 对他的压迫或者自身能力的不足 而是表现在自欺欺人的奴性思维 揣着极大的不知从何处而来的优越感 审视身边的其他人 虽然处于社会的绝对底层 但他鄙视成里人 因为卫装人将凳子叫做长凳 而成里人叫做条凳 他就下意识地推导出成里人是可笑的 社会局家马洛斯 在他的人类需求金字塔中 将自我实现和尊严 放在了生理需求如食欲和信誉之上 将这套理论运用于阿Q身上时 可以发现阿Q的自欺欺人的奴性 来源于自尊需求 无法得到满足 当底层人民的需求无法得到满足的时候 他们的反抗意识会消失 并变得昏睡麻木 当阿Q被人贤人揪住头发科想头时 他虽然生气 但并未反抗 而是如失去痛绝一般 采取了自残的方法 仿佛这巴掌是打在贤人身上 并能从中获得极大的满足感 在一次次的尝试满足自己欲望无果后 阿Q变成了能在狗活中获得满足感的奴才 好了 我的演讲就到此结束了 谢谢同学们的观看